各位可以翻到那個 我們這個 看一下這個108的 他說那個就是對於那個 不確定法律的概念 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像那個無政黨理由 行政機關做這個決定 按人民不符 提起行政遵送 基本上那個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是 行政法院可以全面的審查 高度屬能性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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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降低他的審查密度 像高度的屬能性像什麼 我剛才提到的 中央檢查大學訓議委員會 對警察的學生 某一些行為要不要給他退學 有高度的屬能性 考選部對於各位移民特訓的成績也可以審查 學先的 超信考核 像對治官 對我們警大大學部的學生 打超信 這個也是 老師 對於各位最可憐的行政學的評量也是 然後教師生等前的學術能力評量 各位都講的是什麼 有系的教評會 學院的教評會 還有那個警大校的教評會 然後高度的科技系 還有專家委員會的 尊重還有不可替代性 專業性 專屬性 各位這三個性 不可替代性 專業性 還有專屬性 然後承認行政機關 行政法院會尊重我們警大的看法 還有相關行政機關的看法 還有尊重考選部國家委員 結果國家考試評分的打分數 這個行政機關有判斷餘地 然後基本上是要原則上全面審查 然後這個時候會進行低密度的審查 然後有八個判斷基準 判斷行政機關的難用 第一個 是不是出於不正確的資訊 如果是出於不正確的資訊的話 這就是什麼呢 裁量難用 第二個 法律概念跟法律事實的含設 含設就是把那個概念 把那個事實跟 就是法律的概念跟事實有沒有含設 就是把這個事實含設到法律概念 或是法律概念含設到事實 有沒有錯誤 明顯錯誤 然後有沒有對於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有沒有違背法律 然後第四個 是不是違反行政機關的判斷 有沒有違反公認的價值判斷 行政機關判斷 是不是出於與失誤有關的考量 違反不當連結的進程 第六個判斷基準 就是違反那個 dual process of law 第七個 做成判斷的行政機關 組織是否合法判斷 有判斷的權限 組織 像我們警大隊學生要不要退學 要不要給他技大部 有那個訓譽委員會 有中央警察大學訓譽委員會 組織要點 這個 一定要有這種要點 組織 第八個 是不是違反了法治國 應該遵守的原理原則 平等原則 公益原則 比例原則 這些 謝謝